最近民众最关心的莫过于数化剂事件了 各大卖场、商店、小摊贩也都将含数化剂饮料下架 民众购买饮料时也都会特别留意 或是暂时不买饮料 避免喝到含数化剂的饮料 我们还是会看成分啊 对 就尽量看成分然后决定要不要买这样 例如就挑鲜奶啊比较纯的 然后不要有其他的添加物 各大卖场或商店也都做了回收机制 只要是含数化剂的饮料都愿意无条件回收 在第一次上新闻之后 总公司就已经通知我们全面下架 只要是有关的产品都全面下架 然后再来第二步步骤就是客人有买回去的部分 我们也接受退货 就算它已经开过或者是空瓶的部分 我们也都一定接受退货 我们在路口都有把现在政府已经宣布 它有含这些产品的东西 我们都已经公告出来了 那我们也请厂商把他们的合格证 或者是检验证寄到我们这边 我们也在货架上面有标示 那如果还有其他的疑问的话 可以到我们服务中心去询问 目前在各大市场已看不见 卫生局公告含塑化剂的饮料 而民众退货情形也叫稍微缓和 卖场也表示 为了保护民众的健康 只要发现卖场上架的饮料或食品中 含有塑化剂的成分 一定会马上下架 请民众安心购物 东台新闻杨国助神晚宇 台东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保护民众